欢迎回来 那么在刚才结束的四场比赛之后 目前崇敬狼队是3比1 暂时领先于武汉一star pro的 那么如果这一场比赛 这两支战队的优胜方 能够拿下的话 优胜方将会直接进入到胜者组的一个决赛 是的 那败方的话就会掉到败者组的第三轮 那如果再想打上去的话 你起码要多达两场 BO7的比赛 对的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 从这一次 如果说真的掉下去的话 那可能接下来你的进击之路会变得比较的困难 要是掉到了败者组 你的心态就会不一样 对 而且败者组本身就是水深火热 大家都是一条命 对吧 谁哪一场比赛不是拼尽全力跟你硬打呀 那这个时候在这种泥潭里面 还想再冲上来的话 可能压力啊 难度啊 都会变得更大 所以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 1star bro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小分上 每一小局都要拼命的去拿下来 对 但是看了四局 两支队伍其实在于前期的一个博弈会非常的多 不管是阵容的选择 还是说就即便是路上碰倒 他们都会打一打 对 就可能在昨天的比赛看来的话 可能在后面也会有一个大C大射手 对吧 去慢慢的等着去操作 但是到今天这场比赛 首先S组的对抗 很强 两队战队都是传统的强队 而且狼队的节奏 这是已经是大家有目共睹一个赛季 都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说这也逼迫着武汉一斯大Pro不断的加快 那两个队伍同时加快 那你想想看前期他打的有多激烈吧 还是看压力给到哪一条路吧 现在武汉一斯大Pro就是两头都是压力很大的点 首先是阿灿这边的英雄一直在被针对 甚至在单线上也会被针对 然后一针这个点 他也很难打出来 前期稍微给他一点限制 他就没有办法发育了 是的 而且这两场面对到重庆狼队的时候 一针其实都是被频繁针对的那一个 对吧 颠一下求你了 我看到了 希望选手们能够听到你的心声 也希望我们一斯大Pro的成员 能够不要受到逆风的状态的一个影响 因为确实队伍里面的话 我们知道他是这个赛就正同期赛 那到达了季后赛的舞台上 看到了一只突然觉醒 越来越强的重庆狼队 难免会感觉到压力巨大 是的 如何去缓解这个压力 克服他 战胜他 也许成为了武汉一斯大Pro 接下来的对抗当中 需要去首要考虑的问题 那阵容我们再看到前四局 其实这一局刚才讲到的是 蒙田加靖这样的英雄 那对于重庆狼队而言 其实还有一手蒙田加上 公门舞藏 这样的点 还得看会不会放出来 但是想把镜放出来的话 是有点难的 先看吧 一斯大 一手自己扳掉了鲁奔纳士 这次还是选择在蓝色方 看下大桥这个点 大桥对着扳了 在这一斯大的第二手扳位 还会不会给到中奎 这个 这肯定不会了吧 鲁奔纳士没了 对鲁奔纳士已经没了 对 这扳中奎本来就很抽象 那鲁奔纳士一枚 那再扳中奎 那就更抽象了 扳了猪八戒 又扳了你 那这里考虑扳戒吗 那不扳的话 我觉得玩一斯大 Pro其实可以一抢了 还是得拿 就放出来你肯定得去抢 对 猪八戒扳掉了蒙田 那你这一手劲如果说拿出来的话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 就是稍微带点坦度的战士英雄了 嗯 我还在 如果这一局没有蒙田的话 可能在边路就只剩什么 项羽啊 吕布啊 这样的英雄了 但吕布对线期其实不太强 嗯 他得把像上野的强势配合出来的 包括 就像有没有连破啊 连破的话 其实没那么强了 嗯 连破现在可能更多打野 出现更多一点 其实他现在对看路的视野上 出现的很少 哦 直接直接高海域针对了 那拿个夏洛特 海域加夏洛特 这盘有没有可能上楼会是一种阿古独呢 有可能 有可能 对啊 因为他这很出的话 感觉很像阿古独啊 他是可以考虑是这么拿的 消耗能力也不错 因为需要一个蓝灵野嘛 嗯 那你说武汉伊斯拉拉这边的话 山西 哦 夏宇 夏宇也可以 嗯 就是 因为现在坦边 你没有蒙田的话 其实不多了 结后 但这赛季阿旦的 向羽只使用了一次 是输掉了 呃 我觉得这个时候 阿旦就要自信一点 对吧 已经可以抛开这些什么 用了几场 这种英雄啊 反正 但是你要想的是他这局 还有一个思路 他在对面有海域的情况下 担心自己是单前排 补了一手张飞 啊 双前排就不怕你拆了 是的 还是阿古独 那这局啊 其实玩夏宇的阵容 应该就是两前排 一突进两后排 对吧 比较标准的那这套 感觉了 212 这环如果说不拿大色的话 呃 输出压力会有点大 因为会被阿古朵一直 白揍 对的 你看你就这三手 劲 向羽加张飞 如果说你阿古朵一直打你 你要是劲干 你劲不可能大招给阿古朵吧 是 看到 现场的小伙伴举的这个弹幕啊 他们是有 就关联的 啊 就是他是像一个故事线 对吧 啊 前面提出了自己的 还不饿 啊 非常可爱啊 而场上的选手们想必现在 应该是万分的紧张 对 真的就一步了 这一局其实玩夏宇的他在射手方面 一定要拿一个很有伤害的点位 不然的话自己的前排扛伤是白扛 车票很晚 别让我改签 我想说的是希望你注意安全啊 无论多晚一定是安全第一 好 斯坦尔最后一手扳掉了加罗 也是要到了高胜利 比较这局账费太怕了 远方 呃 就是从前对这阵龙 我看 我就看出来一个点 什么 就是 上中下随便打 哪边都感觉在想想在操作 就是他这个阵龙完全不是给你发育的 就阿古朵两天也去以后就直接要找你打的 那关键就在于前两片野区能不能够稳定的刷 会不会被干扰到 黄道军 黄道军 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大射是谁啊 这局肯定要逃个大射了 看一下 要不然伤害是不太够的 现在大射能用的 加罗 加罗已经半掉了 雨姬 黄中是张飞宝不是鲁班纳斯的话 可能还是有点难恶果 已经放弃了 那就雨姬好了 雨姬这局在对线上是不用什么太大的担心了 甚至可以压着这个李元芳 他有个二级进口 走不通的路 哦 对着来 你不是吧 这个就有一点 火药味有点足啊 就是你上把用达摩 你好像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我这把再掏个达摩出来 然后如果说这场比赛 重庆狼队赢了 那万一萨波真的很痛苦 讲真的很难受的 不会吧 锁不锁了 得看他锁不锁了 还有时间 锁了 那这一局 火药味已经闻到了 真闻到了 隔着屏幕已经溢出来了 但是这一局对于一生来说 他的开团更难啊 对面是鱼七啊 而且这一局有两个大前排 结果还有人能拆 你这么换个说话 其实他不需要开团呀 怎么讲 就是这个阵容 他虽然不是很好开 但是你没发现吗 就是他这三条线的话 哪边都在有对抗的 但是发育路上的话 鱼七可能更占优一点 你李文芳不太好对他 我觉得达摩不会跟射手打对线 达摩会去上半区帮下路射手打 他只能去上路 对 因为下路这边明显是裂了 他过来也不太好守 而且已经拿了一个李文芳了 云芳他自己确实 我感觉守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压力吧 到四级之后可能会好一点 四级前的话有点怕鱼七消耗嘛 这一局还得看一针准不准了 就反正鱼七跟李文芳这两个英雄 在目前这个赛季出现就是抗压 对吧 没有谁没有谁会说 前期围绕着这两个人打发有了优势 除非到了四分钟 对吧 到四分钟有可能 四分钟之前的绝对是抗压的 看一下王周军跟张飞前面的野区路牵嘛 这个我比较期待的 因为中路招军加张飞的话 现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对 而且这局怎样带来的是个逞击 他达摩上来就揍他嘛 刚从刚那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达摩 他就挤视野的时候容易掉状态 二来呢就是你优势局的达摩 其实应该还很有威胁 你逆风局的达摩你每次在前面正前方出现 对吧 已经看到你位置了 那这个时候对手有防范就不容易 你说实话如果是优势局的话 达摩踢张飞踢向宇都行呀 确实 只要把团开起来就可以了 对的对的 而且他有个海悦打防守 你禁止进场没那么好见 这场比赛以为是双方都会拿自己最擅长的英雄 拼命抢分 对吧 抢各种的小局胜利 但没想到在今天的一个大场BO7 达摩出现了两次 但说不定啊 一生平时的一个训练赛就已经练了很多了 这不好说 但是其实我还是感觉 因为一世达真明阵容会更好一点 就大家其实都会比较相信这种看上去比较扎实 对 对对对 给人安全感嘛 那得看一下一生这一局是怎么使用的 因为一生其实我们知道他在这个赛季拿到了常规赛最佳选手 是吧 MVB次数呢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看在 他拿到达摩之后啊 整体的一个对这个英雄的判断 包括对于他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但其实你中三野的话 前面肯定还是武汉一次到这边会更强 而且前面能路线 看他们怎么布局吧 像小胖这个点 因为这局是阿古朵 他肯定是要更多的把自己的野区稳定刷掉之后再出来露视野 不会那么着急的去线上的 对 而这局玩SAT Pro还是不能够接受中期的大逆风 不然的话进啊 和预局伤害起不来的话 这个阵容前排 坦度也不够 伤害不够 就很难受了 凯悦这英雄逆分没那么厉害 但是他顺分伤害有点夸张的 但换句话说达摩也是这样 对对吧 好像也是 就等于说狼队这一局 前期打顺了阵容贼抢 要是逆风了 那玩SAT Pro这个阵容的容错率将会超过狼队 散性高 对的 好 进入到比赛 蓝色方是玩SAT Pro 红色方是重庆狼队 大家好 本场解说子林 大家好 我是老王 大家好 我是杜杰 好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 拳玩 不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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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达摩两极了 达摩把第一波兵线全吃了 逼了个散 这是什么情况 刚刚好像 不是主要是 他那个波 我还以达摩这门人给你逼走了 所以小语不敢过来吃 达摩索性说那我拿下 那我吃 直接养达摩 让达摩提早倒四嘛 那第一波医生的闪现也被逼了出来 那这项鱼也痛苦了呀 倒四的速度也变慢了 但医生说我倒四的速度会快了呀 是那这把是以 请以达摩为何 是吧 看一下下路的对线 应该李源芳就是标准抗压 阿伍多这边 来了 再等一下 再跟标要炸了 好 刚好一个盾抵消了 其实像李源芳打鱼姬 不要着急挂四环 对吧 挂个三环等一会 等他二只能结束 然后呢 在A上最后一下 这个小语还抢到了 下路一针丢掉了闪现 那这样的话 在待会的博弈当中啊 可能就要变得更加的谨慎 抗压 抗压居多了 现在秦荣已经到达四级了 嗯 但项羽还是三级 所以现在秦荣先拿到了线权 也可以先动起来 没错 这里在红区蹲好了 阿古堵要是 嗅觉 有 闻到嗅觉吗 是撑黑压的有点凶 是的 阿旦状态被打残 不来打一套 有被动 项羽 这里有点难受的 啊 没有深追啊 打残 这种打残技打死了 是的 而且这局其实你看 弗莱戴的是个弱化 嗯 他也没法 你看下路 一针这边一技能命中率 还是很高的 你看腰刀的血线 嗯 这样的话达摩和原方同时选择回家 达摩的马上要四级了 他闪现也快撞好了 对 主要还是看他第一波的节奏往哪打 张飞的话 张飞的话到次级也是比较快的 其实就看他们第二波野区的话 会不会给到蓝队一点压力了 张飞已经在偷小叶了 但重路兵线都是后倾 可能再进野区就比较慢了 嗯 比较难进 是 然后看一下下路达摩和张飞的视野都互相的看到了 那下路的对线应该就是再把这波线清掉 又一针 还好张飞给了个盾啊 这里小叶刷了阿古多又来了 知道你语境没状态的 但是会被打满了 是 这个位置很难反 在这里中路要拉了吗 拉到 拉到了 不过这个位置项羽先来 两边都在支援 能有点多了 黄章军自己开启大招 刷了个盾 能够再出去 出来之后是什么情况 被砸了一下 哎 张飞这边喷到了 是的 现在达摩在很尴尬的一个位置 不断换位 效益大高级闪现 收下了达摩的人头 但是自己回线可能被夏洛特卡一波 夏洛特 知道你没大的 来 身上是有弱化的 被控了 来不及了 这样的话 玩伊斯塔BRO在 3分40秒 拿到了两个人头 是的 刚刚也是看到 所有的嘉宾都看好的是崇敬龙 对 我觉得伊斯塔对于他们而言 今天这一场的一个开局啊 是个好开局 刚刚是紫阳的张飞 他的一个位置喷的这个大刀 非常的好 把一生的达摩给喷回来了 而且刚才 弗莱在对抗的时候 因为吃到了王大军的控 所以说弱化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开出来 是 因为他第一件的鞋子肯定不会是抵抗之宣嘛 对 所以被控制拉满了 夏洛特前期还是要自己的这个冷却 所以他第一时间没有支援过来是选择把线给带到了 竞技上 武汉3PRO稍稍领先 摇到也是裸了一件暗影战俘 这场我觉得如果说前期节奏起不来的话 崇敬龙队可能就要把节奏放慢了 慢慢等中后期找机会等达摩去创造开团的一个时机 但其实武汉伊斯拉这边的话 他往后拖也根本不怕的 因为他们有个大射在 是的就慢慢打就行了 没错 现在夏洛特允星出来之后 项羽打他就有点难受了 就反正一直会被拉扯 那还是得看紫禁什么时候过来补现 因为阿弹更多的是去正面 就是滚到了本体 但是阿古多交了个二技能是拉出来了 是的他阿古多基本脱身的一个连招 就是三技能接二回拉 对的 就可能感觉到海悦在后面嘛 也没有特别凶 是 但其实第一时间大招也是锁上去 感觉直接秒了 对的 还是不能犹豫啊 哦好准啊 哇一针准的嘞 摇刀只能稳定发育了 还不是他发力的时候 啊上路海悦 你藏视野看谁敢往前走 阿弹一点一点把兵清掉 狼队打得比较稳健 没有着急出节奏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一局 张飞是一个很好 能拆达摩的一个点 嗯 对吧 你达摩进来了 踢到人了 然后张飞一个大招一吼 把你的后面的 跟伤害的人给你吼走 对 达摩这个英雄 非常需要视野的 本来没视野他就很难受 又或者说他需要队友的前置 哎呦来了 一小击回来 再跟伤害 联方就扔出了自己的无间韧风 我不需要把你上墙 我只需要把你推回来 是的 就是这个效果 我不一定要踢上墙 这里海域已经蹲了一分钟了 还在蹲 直接顶到草里 给出了大招 看一下能不能走掉 问题不大 这波向羽也没选择交大招 一生在刚才中路找了一波节奏 但是杀掉的是青龙 其实青龙这局是个挺工具的一个单位 但至少算是出了不节奏 啊 中路想压 想压 向羽来了 非常的状态 哎呦 药刀的闪现被逼了出来 药刀也比较的敏感 还很怕被紫禁留下 整体看下来是狼队这边的手更长 嗯 平凡的在消耗你 但你实际上来说的话 狼队的手其实没有那么惨的 但就在你余计不在的时候 你其他都是手短的 嗯 刚才前排全部被打残 就是我感觉 现在的话 哎哎 达摩一脚 避到雨季了 有 打进去了 那这基本上是没了 看一下 一招 普攻普攻 前期 还有优势 但是现在是打不过海悦 走了 出来 海悦交出了闪现往后拉了一下 联风输出环境也还可以 向羽大招接闪现 扎很高 把腰刀也处理掉了 紫禁 在这边也给到了充足的伤害 一换二 第一时间是看到了紫阳 喷了个大招 拆了火 但是后续还是得靠另外一个核心点的伤害 这个选择题又给到了武汉萨Pro 你到底要中一还是要蓝区 但是现在中塔没了 中塔没了 其实 重庆狼队 他们最喜欢的节奏又可以出现 又来了 对 你杀的视野又难占了 就其实 真的可能可以多考虑一下 来中路打架 或者说来中路抢性 对 如果说中路性不抢性群一直被拿的话 达摩的话会比较舒服的 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 只要在8分钟之前你这个一塔一掉 那狼队就启动了 但这部达摩蹲的确实好啊 对啊 然后项羽制约的也很快 因为达摩你想处理鱼姬其实有点困难的 你这个海悦一旦过来拉进去那就不一样了 对 而且海悦从幻境出来了之后 这张备的大招已经开过了 然后这个位置项羽其实也很极限了 在关键的时候想把自己伤害打满 两个层级稳稳的把龙控掉没问题 但是这边 那位置 是的 要卡位置了 找到了项羽 项羽推回来 再接大招一脚被踢走 那被拉了进去 要被秒了 是的 看一下这个位置卡住了很多人啊 李渊芳一个大招 但是外面的位置被守住了 还没散的 再进去跟伤害 王朝军收下了海悦 一环一 他就正面想碰起来的话都能打 对 但是现在武汉一时大还是更多的 稍微多考虑一下多发育吧 因为他现在鱼姬的话 可能一直频繁打架 要是没拿到头的话就发育会很差 啊 然后义争这个点呢 作为团队的一个输出大和 我们看他现在仅仅是6000块钱左右 其实跟李源芳差不太多 但从接受 对从后期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 其实鱼姬的手要比李源芳差 现在其实更主要的点是在于 紫荆的这手劲啊 他的经济非常高 而且他两波团进场的瞬间爆发 其实都非常的暴涨 没错的 医生这波是有闪现的 你看这个达摩又藏到了一个很刁钻的位置 有闪的 他的站位 这个如果再踢到一针的话 那节奏就大了 是 现在已经到了10分钟左右的一个节点 对来抢中了 但达摩的位置没能找 好 是在这个位置啊 我觉得紫荆该来了 但紫荆来的话可能要比秒啊 更危险 拉扯了一下 鱼姬色域镜1511 A了一下吧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啊 李源芳打不撞 这个项羽好难受啊现在 是的 而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达摩他配合很多英雄能玩 比如说配合李源芳 踢回来之后李源芳跟一套爆发 踢回来之后海悦把那个关键的人拉进去 对吧 他这几波是一波配合海悦一波 刚才是李源芳的 这里龙拉扯你 小龙特在上路带先 这里开喷了 开喷大招 但是有点亏啊 是用来自保他 对啊 但是云芳身上有吸血的 上路性还很差 是的 你看狼队他现在就选择给你拉扯 正面不跟你打了 这波要有抉择了 要上路二塔还是要龙 我觉得李智的话还是把龙放 这波主要是可以让云芳的鱼姬有一波稳定的发育 但是龙给了的话 蓝队的话要提速了 现在就在这90秒之内 你找我打架是打不了的 对的 而且现在野区啊 红区啊 对于义震而言也很难再拿到了 他现在镜子也没有那么随心所欲的好进场 一定要等队友行去卖 卖了把海月大招逼了的话才好进 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时事团战的伤害啊 就很明显 我还一直打破了他的手太爱团了 一直都是前排被打 主要他被打的时候后排不在的 等等等等 有一个打拳的人又卡在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这里应该会去找的 这里肯定要一脚 但是队友也跟不上太远了 主要下路是在上面漏的 你这边开一脚的话 很可能就是 王爷大拨就选择跟你接接不团了 就你不在蓝区打起来 达摩很难从这个位置绕过去 因为有个中二塔在 在这里的话 视野给的压力有点大了 对的 这已经漏了视野 选择应该就放掉了上路卡 但是上路不来的话 高地要被推了 在卡位置 大家看下路在抓 找到人一起好 打到了 再给你拉走 但幻境里面进入大招 但是我觉得还是打不过海悦 带走了已经 海悦伤害太高了 而且进他是没有做魔抗装备的 这一波就是阳光上路 灵性开了个风铃文章 转下来抓了一波进 就等于说是个 非常有趣的三二 这个三二就让 王爷大拨在单代的这个点上 这林场他转变的特别的快 那这样在简单一里 这里的话只能要什么给什么了 对 毕竟少了个大核心 你这个大核是用来切腰刀的呀 你这 他一枚那腰刀基本上就死掉了 这里的话扣你两片野去 带我回去拿个龙 可能有点难受了 鱼姬的破晓的话 现在还没有出出来 而且 我觉得 我觉得 现在只能在家里 手比较好一点 对 而且你有这个 王昭军战 其实你亲切能力还可以 其实说白了 前面暗影暴君放掉的时候 黑暗暴君放掉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了 一次大佛已经不想戒团了 只想的发育了 这里的话 一定要宝玉姬到神砖 对 就 不能再出现那种外面 可能再被抓 再被抓一次可能 真的要结束了 是的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最好的结果就是 尽可能脱吧 这是一波三二打四一 然后结果发生对抗的是 这个二和这个一 很难受 因为在被拉进去之前 就已经被消耗了 快半血了 但是现在有一点 李源芳发育的也不错 但是 后期作战能力 其实也还行 一针的发育也没有拉下太多 这是他们选择几波B战 让一针稳定发育的一个结果 对的 这场比赛 玩SR Pro不容有失 因为再丢掉一个小局 整个一个大场 BO7就已经结束了 下路的这个龙是一波 压力顶了 对 暗影之境 这个位置 张飞在旁边给一点压力 避免你过来开团 就其实这个阵容来说 云芳的想摸塔比较难 除非他们打三路线 他的手比较短 一点点打 SR Pro不特 打到一角 击到了谁是青龙啊 那感觉到自己要没了 一伤 看他们能把塔推掉吧 他想 他想来 达摸三局把技能支来的一刀 一个人顶到了四个人 哎呦 于其一丝血 好玄啊 但是这个 倒地还是要能拆掉的 有阿谷躲在 强行拆 刚刚刚是吃到了那个防御塔 被炸掉的那个 这部龙的话得抢节奏了 没错 现在玩SR Pro 全员都在 看一下能不能秒龙啊 镜子已经落好了 但是还允许找他了 得跑 哎 被拉了 这一次 感性 这边正面支援到了 这部房感觉要接 两边还在不断的对抗 但是要从幻影空间里出来 又往前顶 李元芳交出了几条 一直往后拉了一下 正面这场Fly很能扛 又是打又是这个男人 从天就找到了运气 拦不住 能够走掉 还好 但是李元芳 闪过来一个大招 收掉了一招 二连击破 重新狼队 这一波团战眼看着要脱节 但没想到啊 Fly在前面站住了 一瞬间的反追击打得非常的果断 但是这里的话 王兆军大招只能牵一路线啊 是的 最快互活时间 张飞18秒 一手里有大招 怎么说 达伯又一脚 踢回了千里之外 再跟上自己的伤害 进不断的换位 但是没办法联盟二连击破 上路还有兵线 没错 张飞6秒钟活 下雨9秒钟 重新狼队带着兵线 一路高歌猛进 攻破水晶 让我们恭喜重新狼队 成功的战胜了老对手武汉InstaPro 进入到了胜者组的决赛 这两支队伍其实每一次的狼心对抗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新年的时间2336天33次的联赛交手 几乎一样的交手胜率 也许每个赛季两队的队员会有变动 但是这两支队伍的爱恨情仇还在延续 棋逢对手实乃幸事高手过招 其乐无穷 希望十名选手都可以享受赛场 那对于武汉InstaPro而言 可能下面的晋级之路就需要他们一点一点 去战胜自己战胜对手 但选他们及时调整心态 对的 我们再次恭喜重庆狼队 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胜利 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大场的获胜 而是狼队在这一场的对抗当中 我们看到有些选手已经开始逐渐觉醒了 并且整体打得更一致更团队 这也是气候赛的重庆狼队 狼奔当先踏破风暴 恭喜重庆狼队晋级2023年K票夏季赛 季后赛胜者组决赛 确实是一场经典的对抗 面对到武汉InstaPro 每次我们都看到狼心大战的时候 都会非常的期待 但这一次重庆狼队又一次获胜 然后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恭喜重庆狼队4比1战胜了武汉InstaPro 他们将在9月1号的胜者组决赛 迎战广州TDG和博山第二季的胜者 同时他们离总决赛也就一步之遥了 这一局比赛我们看到重庆狼队的五楼 是锁了一手打磨 怎么样这一把的话 整体的节奏来讲的话 两位做什么评价呢 问就是大发明家好评 子萱觉得呢 节奏方面还挺好的挺流畅的 就是他中辅不管是去跟开本狼去抓对面进 或者是前面打连动 节奏上面是还可以的 就是还要说今天想要在最后一局的一个达摩 我觉得杨教也好 医生也好 他们在达摩的熟练度上 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更多的还是我们在强调的就是 狼队的节奏 狼队在拿到这种偏 往中后期拖的节奏的方面的阵容上来讲 是比伊斯大会更完整的 他们的节奏比伊斯大好太多了 是 就像我们今天在赛前的时候给大家去展示过两支队伍在这个赛季常规赛的关键词 那我们其实看到狼队这边的一个关键词更多的都是夸赞稳定 但是对于武汉伊斯大Pro这边的关键词来说有背负有磨合 就他们这个赛季的常规赛一路之路走的是并不平坦的 但我觉得之所以伊斯大的关键词是这样的 是因为大家对伊斯大的期望是非常高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伊斯大在这个赛季中有这个新人的一个轮换的情况下 我是认为如果你只看这套手法 他们已经进步了非常多 他们真的已经做得很棒了 他们在能跟狼队去打的所有的对局中完全不落下风 只是可能今天的比赛狼队确实有更好的底蕴 他们是做得更好的一方 然后赢下了胜利 但不代表今天伊斯大打得很差 是 我觉得今天整体武汉伊斯大Pro在五局的对局当中 包括他们获胜的那一局 我们看到时间也是不到15分钟的 也就是在今天的BO7的第二局嘛 在那一局当他们拿到这样一个主动的阵容的进攻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也把这个这种该打的这种样子打出来了 也执行出来了 对包括今天的紫金 无论是在坛野的发挥还是最后一把镜 在已经烈势的情况下 他真的是能把他能做到的画面做到的很不错了 至少比他在常规赛明显是有一个十足的进步 是的 就今天还是整体能够感受到武汉伊斯大Pro的进步 只不过他们今天的对手重庆狼队 本来就是一只可以说走到现在季后赛的话 已经是一只无可挑剔的队伍了 狼队是说完夺冠的最大热门嘛 是是是 对吧 说到这个 也是SE嘛 对 这确实是夺冠最大热门 而对于伊斯大今天能跟狼队在场面上打得有来有回 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盘的话 伊斯大也是选择了我们刚才说的 一直在强调了劲的这个点 但是把蒙田扳掉了 因为在这个赛季实际上阿旦在坦克的使用率上的话 蒙田是最多的 所以说狼队也是做了一个准备 去给到了他并没有那么擅长的一个项羽 然后下路双人组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搞事嘛 就很难受 这把伊斯大的一个风格就是完全跟他前面的对局是不一样的 就包括我跟子萱还在讨论如果狼队输了之后 如果这把狼队输了狼队下一把去转蓝色方 必定会能拿到鲁班大石镜和大桥其中一个 是的 因为现在基本上最强势的坦克 边路坦克基本上就是蒙田了 然后适配的打野就是镜 对 其他的就坦克基本上都跑去打野了 当蓝林野 摇摆的一个位置了 对 挺好用的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英雄他也可以走到对抗路嘛 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看到星辰的貂蝉 对对吧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司空阵 是 包括今天达摩也是走到了一个优走位 对 今天的这个配置也很有意思 本局的MVP也是给到了重庆狼队的一声 达摩科研成功 前面我前面真的是觉得一声打得还挺好的 直到他那波高地冲上去脱节死了 一声真的说到说到 前面跟妖刀采访说今天不拿MVP直接冲上去了 我死一个我不当MVP了 不过确实那波稍微有点调节奏 也给到一斯大赛那个黑暗暴军决战的机会 不过不得不说的就是海悦的海悦这把还是调得非常精准 对对对 职业拉人也是帮他们去把拖到了这个人员的一个复活 也给到腰个腰到一个很好的输出空间 所以整体来讲今天的狼队的一个五人都是在线的 但最明显的我觉得还是Fly从常规赛到季后赛的一个变化 他是最明显的 对子萱可以聊聊今天Fly给到你的感受是什么 常规赛没没睁开眼睛 哈哈哈哈今天眼睛睁开了是吧 睁了半只 哈哈这才半只吗 那那下一场比赛 半决赛全部睁开 胜决的时候全部睁开 然后总决赛的时候那就是如破竹了 按照子萱的这个预测走下去 而且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组合 我们看到解说席的老王和杜杰达摩 这都是有渊源的 我好我好羡慕 我好羡慕这个子萱是吧 子萱左右两边站着我们KPL上不同位置的 不同位置的顶尖达摩 不同时期的 确实 对然后今天的话又看到了在这个版本 在这个百花齐放的版本一生又是用达摩 这个英雄走到游走位 包括今天子洋也拿出来了嘛 不过在那一局的话 我觉得确实两位嘉宾刚刚也分析到了 还是队伍整体节奏的问题 狼队这边在节奏上就是要更加领先于 云下PRO的嘛 对就是你看整个达摩的位置 包括他们第一波的一个应对 在被卡线了之后果断就让达摩二了 然后不断的帮助阿古索去反小野生 这些东西都不是达摩一个人做的 是整体的反应和配合 以及达摩还有那几个绕后的一个位置 包括队员的一个跟都是衔接的非常好 没有打到这个阶段 打到S组胜者组的这个阶段 没有说任何一个MVP只是一个人的高光 他们的背后都有他们四个队友 乃至教练组在后面默默的一个付出 就像这一把我们刚刚也夸到了项羽的海悦 对吧 他这把确实拿得很好嘛 对包括腰刀前期的一个抗压 还有最后的一波的一个人头收割 做的都非常的好 是 子萱觉得说这个达摩今天两局都拿出来了 对于两边来说也是出场率百分百了 在之后的季后赛当中 又现在季后赛才打两天嘛 会不会更多的看到达摩的身影 我是觉得有些英雄他可能不是很强势 但是他只要放在那里 你觉得好用的话 你能拿有熟练度 你就可以直接拿 对 我觉得是好用你就能拿 不是说一定要出他 对 尤其是在BO7的比赛中 因为联赛大家更多 联赛的阵容 大家会去选择就是 普适性非常强的阵容 就是他可以打所有的 他不会有特别的专精 但是我们今天看今天的对决 对于上路的针对 对于前面的交火 是完全我们在常规赛看不到的 而且我可以去研究你的特点 去拿一些特定的一些英雄 这个就是到季后赛的魅力 每一场都是双方的教练组 双方的队员 经过了非常非常精心的准备 他们在常规赛的所有的积累 将会在这一场场的BO7中 逐渐去体现到极致 对 给我的感受也是 我感觉打到了季后赛之后 这种火药味更足了 在赛场上 无论是在BP的时候 当时今天在这一局 狼队的达摩亮出来 解说系也说感觉火药味拉满了 还是说现场观众的 这个互相的放狠话 然后包括选手们 在场上的那个表现 和针对上来讲的话 我真的就是觉得 大家来到这个季后赛之后 整体的强度 又往上提了一步 就是我们刚才是 刚开始说的 像刚开始灵儿也说了 两个队伍在前面的一个交手 是一个50%的胜率 都是老对手了 都不想去输掉今天的比赛 可以看到前半段 我们看到了两个射手 一人一把MVP带领队伍胜利 而在最后的两局终结 两个有所谓又是互不输 纷纷拿出了达摩 去想办法去带领 一个是想去带领队伍 去扭斩颓势 而另一支是想去带领队伍 拿下比赛终结这场游戏 是 所以能够感受到 今天的话 虽然说比分是一个4比1 看起来是一个大比分 但是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 有非常多的细节和干货 可能也会影响着我们之后 其他队伍在面临到 季后赛的一个选择 包括大家可以互相去学习 子萱觉得今天还有哪些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我是觉得 狼队打的运营节奏非常好 就一环扣一环的 就很有层次感 因为今天赛前 你也是预测的狼队会获胜吗 你感觉他们今天整体的表现 是超出你的预期吗 还是刚好达到你预期的水准 我觉得是刚好达到预期 刚好达到 所以其实在子萱的心目当中 狼队还可以更强 好的 那么前方的盛方采访 准备就绪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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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